老师们大家好,欢迎回到233网校,我是你们的谢老师 好,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和这些生母朋友打个招呼吧 这是我们前面学习到的一些生母宝宝 来,看看你还认得吗 第一个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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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都是生母 所以读的时候一定要读得轻而短 来,自己再来练习一次 波 波 波 摩 方 得 ل 我 很好 好,今天我们既然要学习到的新知识啊,就藏在这一幅画里,看看你能不能把它们找出来呢。 好 首先啊我们看到 右上角有一只大白鸽 白鸽的嘴巴里面呢 咸着一个字母 是鸽 鸽 咸着一个藤条 这个藤条 弯成了这个字母 就是我们今天将要学习到的字母 鸽 白鸽 然后呀 我们再来看看 在这个公园的旁边呢 有一个小池塘 池塘里长满了水草 还有一些小蝌蚪 小蝌蚪 在这个水草旁边 寻找食物 形成了一个 我们今天就要学到的 第二个字母 磕 磕 磕 看到没有 读 磕 磕斗 磕斗 磕 磕 就像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三个字母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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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找出来了吗 再来和老师读一次 咯 咯 白咯 咯 咯 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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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孩坐在椅子上 喝水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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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书上 找出了这些字母 就把这些字母写在旁边 嗯 不错 好 把这三个字母宝宝 我们把它送回家 看到在四线格里面 它们分别写在什么位置 又是几笔写成的呢 现在看第一个字母 隔 隔是占中格和下格的一半的 写的时候注意 先写左半圆 再写树左弯 嗯 看清楚了吗 先写左半圆 再写树左弯 占下格的一半的位置 读 咯 咯 嗯 看到这个字母的时候 让你联想到哪个数字呀 嗯 有点像我们这个阿拉伯数字里面的 九 对不对 嗯 可以 嗯 比较 一边比较一边来记啊 读 歌 歌 第二个字母是 咯 咯 写的时候注意是 占中格和上格的一半 先写树 再写 左斜 右斜 看清楚了啊 先写树 先写这个树 再写左斜 右斜 读 科 科 嗯 喝 也是占中格和上格的一半 写的时候 同样是 先写树 再写 左弯树 这个弯是在左边 我们叫 左弯树 嗯 树 在左弯树 写中格的时候要写满格 再来读一次 咯 咯 左半圆加树左弯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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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加左斜右斜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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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加左弯树 咯 咯 咯 树加左弯树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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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树没有伸出来 它就写成了小门洞 咯 咯 咯 所以这个树啊 一定要伸出来 伸到上半格一半的位置 它就是咯 咯 咯 嗯 很好 这些字母宝宝呀 它们也非常的爱交朋友 所以 你们来看看 当它们和 带上声调的育母 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又变成了什么音节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组 个啊 个 个啊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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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两个 个 个 故 故事的故 个 故 故 当 和它们组合在一起 变成音节的时候呢 是 怎么读的 可 啊 卡 赫 卡 可 额 渴 口渴 嗯 可额 渴 可 五 苦 酸甜苦辣 苦 苦瓜 可 五 苦 喝 喝 哈 哈哈 大笑 乐哈哈 喝 啊 哈 喝 喝 喝水 哎 口渴 哦 我们叫 喝水 喝 喝 喝 五 虎 老虎 动物园里面呢 老虎 喝 五 虎 来 我们连起来 再来读一次 个啊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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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鸭子 嘎嘎叫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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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两 个 个 个 物 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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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故事 可啊 卡 喝 卡 卡片 可 呃 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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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渴 可五 苦 苦 苦苦 苦瓜 酸甜 苦辣 喝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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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笑 乐 乐哈哈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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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嗯 喝 五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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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嗯 自己也来拼一拼读一读看 看看 在拼读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个拼音读出来 直呼音节呢 嗯 我们加大难度 把这个音节直接来读出来好不好 好 好 虎 虎 嗯,真不错 好,在听完这首儿歌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 找出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些音节呢 来,先听老师读一次 小哥哥 爱白歌 喂完歌 唱之歌 歌和歌 笑呵呵 嗯,来,跟着老师再来读一次 小哥哥 爱白歌 喂完歌 唱之歌 歌和歌 笑呵呵 好,我们一起来 找出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些音节 好不好 好,看第一横排 小哥哥 歌哥 也是我们今天学到的 爱白歌 又有一个歌 小哥哥的歌和白歌的歌 它是同音字 它们属于同音字 喂完歌 唱之歌 唱之歌 啊,这有一个同音字 哥哥的歌 白歌的歌 还有唱歌的歌 都读歌 啊,同音 但是不同字 歌和歌 响,响响哼呵呵 这里还有个呵 呵,也是今天学到的一个新的音节 好,看到了我们的这些新的音节之后 读准确 我们可以把这个儿歌读得更流畅 来,赫老师读一次 很好 认识完了这些音节 我们再来跟着老师一边打节奏 一边再来读一读 背一背 好 是不是可以尝试着来把它背诵下来呢 记住啊 把这些字音读准确 好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赏